心理治疗对焦虑症的临床疗效目前看来是肯定的 不仅可以缓解症状,缩短病人的康复过程 而且可以帮助病人提高适应和心理应对能力 预防复发,帮助疗效 主要体现如下几方面 一、初期疗效 主要为症状减轻如紧张、恐惧、疼痛、心悸、胸闷、失眠等心理或生理症状的缓解 二、中期疗效 主要为行为表现的改善 如回避等不良行为的减少和自控 人际关系的改善等 三、后期疗效 主要为性格表现上的改变 人格变得比较成熟 能够比较有效地应用合适的方法去处理和应对挫折和困难 如改变了待人的处事态度 对人生的基本看法 以及对自我的认识和了解 对人生的则